哈喽今天是2022年4月13日星期三 欢迎来到美股听天说 大家好我是陈薇 财报季呢终于在今天是正式拉开了序幕 不过呢今天想和大家来看的 还不是很多人关注的银行股 那这个之后我们可以等待更多的相关的财报出来之后呢 再一起比较着看一看 而今天想和大家先来一起看的是一只航空股的财报 那就是达美航空的财报 因为这家复苏势头一直不错的航空公司呢 再次用他们稳定而坚韧的业绩表现 向人们展现出了整个航空板块的复苏成绩 也带动了整个航空板块的股价大涨 其实达美航空之前的财报呢 一直延续的展现出了很好的复苏势头 而考虑到这家公司呢 一直也是美国各大航空公司中盈利能力最强的 因此他们率先公布的财报 虽然不能说完全能够代表整个美国航空板块的表现 但最近几个财报季中 都还是能够给整个航空板块的复苏信心呢 带来很大的帮助 那收入方面啊 在去年第四季度 他们的金银收入就已经达到了 2019年第四季度的83% 而当时呢 还只有恢复了79%的运力 那在最新的一个季度中 金银收入是达到了93.5亿美元 和2019年的第一季度相比呢 这里主要是想看一看 相比疫情前的同一季度的表现如何 这能够更好地反映出他们的复苏状态 那和当时相比 金银收入已经恢复到了89% 比之前一个季度的恢复程度还要好 而运力呢 则恢复到了83% 可以看出啊 这就继续延续着最近几个季度的 强劲的复苏势头了 那按照这样的表现来看的话 一旦运力能够完全恢复 他们的收入将重新开启上涨的道路 不仅能够帮助更好的消化估值 还能够加强他们的增长前景 不过相比收入的表现啊 盈利方面则遇到了近期大环境的严峻考验 去年第四季度就在连续两个季度扭亏为盈之后呢 是再度出现了亏损 而且当时的亏损是超过了4亿美元 而今年第一季度 不仅延续了亏损的趋势 净亏损的规模更是接近8亿美元 显示出了两方面带来的挑战 一个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燃油成本了 油价的不断攀升 推动着燃油价格是不断的走高 侵蚀掉了很多公司的利润 而另一个就是通胀环境下 人工成本的不断攀升 那根据PLATS的数据显示 美国航空燃油价格目前呢 已经在今年初的基础上 上涨了超过50% 而同比更是增长了一倍还多 那尽管第一季度的运力 依然是低于2019年同期的 但是呢达美航空的第一季度燃油费用 就要比2019年同期呢 增长了6% 达到了20.9亿美元 这就给他们带来了 很大一部分的亏损增幅 那不过呢 大家也不要被这样的表面数据 所迷惑了 衡量航空公司引力能力 其实还有一个关键指标 千万不能忽视 那就是每可用座位英里收入 单位呢是每分 那用于比较不同航空公司的效率 数字越高 航空公司的利润表现就越好 因为呢效率和引力能力等多个因素 都被综合考虑在内了 这就帮助它成为了一个很好的 跨公司的衡量指标了 那第一季度中 达美航空的这个指标 是达到了18.04美分 虽然说和第四季度的18.30来比呢 是环比下降了一些 但是相比2019年的第一季度的16.78而言呢 不仅是实现了反超 而且增幅更是达到了8% 这就要比第四季度 接近5%的增幅还要强了不少 也就凸显出啊 虽然说燃油和人工成本呢 在蚕食公司的利润 但这些因素其实早已经被市场所预期到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净亏损扩大的情况下 盈利表现依然是要好于 华尔街的普遍预期的 而同时考虑到从效率的角度来看 达美的盈利能力呢 依然是航空业中顶级的存在 这就能够继续保持 他们的核心竞争力了 另外就是虽然环境带来了挑战 但是呢同时也会有机会 那就是订票需求的不断攀升 那达美航空的数据显示 今年3月份 达美的月度机票订购量 已经创下了公司的历史新高 这充分就显示出啊 后疫情时代压抑已久的出行需求 依然是旺盛的 当人们继续将出行放在消费的优先位置 航空公司的复苏道路就还没有走完 那也是基于这样的前景 达美给出的第二季度的业绩预期呢 也是非常强劲的 运力预计将进一步的恢复到 疫情前的84% 经营收入呢 更是将达到疫情前同期的 93%到97% 这就意味着可能很快 就会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了 那同时还预计啊 美可用作为英里收入 将出现两位数百分比的增长 这就在第一季度的基础上呢 又迎来了一个突破 那也正是因为这次财报中整体给出的表现都是不错的 而且对于第二季度的预期呢 也比较乐观 这就有效提振了投资者的信心 帮助股价呢 一举重返了200日均线上方 那技术面看的话 现在就要观察达美的股价 能不能站稳在窄幅的均线区间上方 只有站稳这里才有望真正的去测试 已经维持了一年多的下行通道的上轨 目前呢就是44美元的位置 这对于走出震荡下行的困境是非常关键的 估值方面 现在达美的股价和上一次财报公布后的股价呢 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远期市盈率已经从当时的9.2倍 重新呢 又上升到了大约15倍 贵了不少 这主要就是体现出了 油价的持续高涨 损坏了公司的盈利前景 不过好在啊 机票预定需求的暴涨 在收入方面给公司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那市销率方面 达美从当时的一倍 又进一步下降到了0.79倍 而市净率方面 达美航空呢 则从上次的9.38倍 又进一步的下降到了6.05倍 所以呢 综合能够看出 油价带来的盈利是一个问题 但至少收入需求 还是能够有效的 抵消这部分的利空影响 因此呢 从估值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达美现在的股价还算是合理的 那明天呢 那在经济数据方面 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 美国出请失业金人数 消费者信心指数 以及呢 石油钻井数 那这里要说明一下 由于周五呢 是假期 所以呢 消费者信心指数和石油钻井数呢 会提前到明天公布 另外呢 明天我们还可以关注一下 欧洲央行的利率决议 那我们已经看到了 加拿大央行 今天已经加息了50个基点 那欧洲央行 他们在利率前景方面 是否有什么新的动作呢 也是值得大家去密切关注的 而在财报方面呢 明天就将迎来多份重磅财报了 里面就包括了联合健康 花旗集团 富国银行 高盛集团 摩根斯丹利 还有就是台积电 那这些呢 也都是在盘前就会公布财报的 所以呢 明天开盘之后 我们很快就能够看到 股价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这里要感谢一下 老虎证券对本节目的支持 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 视频简介中的 老虎证券开户链接 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 还有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非常开心 由我参与开发的 小白的美股投资宝典 已经推出 欢迎感兴趣的朋友 扫码了解课程内容 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 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 视频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